撤回南鐵東一案 撤回南鐵東一案 追究賴神亂採訪 撤回南鐵東一案 撤回南鐵東一案 好大家好 為什麼今天台南鐵路東一支 又來行政院前面開記者會 我們要告訴大家 從我們南鐵東一案通過都委會之後 行政院底下的一個部長 葉俊榮 他說未來 喂 他說未來如果 未來如果到土偵程序 有必要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開聽證會 而且他最近 我們可以看新聞知道 已經選出了很多 聽證的主持人 他為了是什麼 他為了就是要落實 在台灣各種開發 不論是對於土地的 對於人民的土地的掠奪 可以更謹慎 所以才有這個聽證會